保时捷好端端开在路上 没想到却突然冲出一台逆向轿车 不偏不倚一面撞了上来 事发来太突然根本来不及闪 两台车重重弹了一下 其他驾驶件状也连忙踩刹车 才没酿成追撞 撞击力道之大 引擎盖整片翘起变形 车和零件散落一地 安全气囊全都爆开 保时捷车头严重毁损 恐怕只能报废 凤凤响算是很大整 我快过去的时候 车子在冒音 事发在五月一号下午两点多 台北市文山区辛亥路上 驾驶被这么一撞 导致胸闷头晕甚至一度昏迷 而她的身份不但是 前北市议员参选人陈世文的母亲 还是殡葬业人本集团董娘 经常和儿子同胖 可见母子关系相当融洽 是在和朋友聚餐途中发生车祸 让陈胜文既生气又心疼 这位肇事者他有毒品的前科 但是他在当下 车上并没有收到毒品 因为没有实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尿检 他的精神状况已经没有在线上了 这是浅显而知的事情 但是也因为法律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尿检 所以这部分未来他就是会逍遥法外 我未来也会努力的持续提倡要修法 陈胜文加码指控 肇事驾驶开的车不但是租来的 甚至还没有任何保险 事发后百般推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连笔录都没做完 怀疑另有引擎 幸好整起车祸只有酿成轻伤 陈胜文只希望母亲能赶快康复 也将提告故事伤害要肇事驾驶 负起责任 三立新闻陈一祥新宜台北采访报导